上海有个天价菜单的时间 你们还记得吗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 这个老板新开的一家 更高级的私人定制餐馆 叫做Soon Table 我们一起去看看 走着 这个环境好在一个楼上楼的感觉 你们能理解吗 好久不见好久 你这个杂草太多了 你怎么不除一除 这不是杂草 这是我种的150多种香草香料 都是做菜用的香草香料 这好家伙 这不尴尬的吗 这是香料 这个你闻闻看 真的香的 这种更香 这叫什么 这种菊都是做菜 做肉特别香 这种做牛排 可以可以 我以为是杂草 原来人家种的是香料 行 那我们先进去吧 好 那个螺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各个海鱼的螺 各个海鱼的螺 对 好 这就是你们要看的海螺对比 刚刚孙大师已经给我介绍了一遍 每一个的名字 现在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来 我们先从这个最大的来看一下啊 这个叫做椰子螺 这个我想应该大家都看到过 但是这么大的椰子螺 你们见到过吗 这比我头都大 我的天 这怎么还流水了 这个叫做响螺 这个我之前吃过 大家应该有印象完 就喂 还有这个 这个你们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喂 喂 喂 我的干嘛 我吓死我 哈哈哈哈 哈哈 等会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才试过试过试过 我看到这个我刚才吓到我了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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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 这个叫 这个叫做 叫什么 一下把我吓懵了 我想想想 叫什么 这个呃 叫做比价螺 对 你看啊 它就像 像一个 比价一样 对 所以说叫比价螺 这个吃完了以后 谁要 呵 我的这个 他 疯我熟了 我跟你们讲 我不是胖 主要是节目效果 相信我 这个等会我吃完了以后 谁要喜欢的 我可以把这个壳寄给你 可以放在家里面当比价 还是挺好看的 看看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 塔螺 你看 就像个 小宝塔一样 你看 看看它里面的肉 两个大塔螺 塔螺 记住了吗 让我们看一下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 日常最常见的 花螺 但是你没有见过 这么大的花螺吗 我们平常吃那个都是 就像它尾部 这么大的一个大小的 但是这么大的 据说要 活好多年 才能打这么大 就很少见 现在我们把它推出去 然后让师傅 给它进行一个 加工制作 然后我们尝尝 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老板 你怎么今天没有带手链 我今天带的手链 你看 怎么样 帅吧 这是我在德物上买的 LV手链 到手3000多 差不多5折呢 还有这件 WearDone的T恤 也比赚贵便宜1000多的 到手才900多 都是趁着德物七夕活动买的 上面大牌 视频款式 选 还有专业鉴别式 8款 对了 七夕姐 你给你对象买礼物了没 明白 那你快去德物挑挑呀 现在活动可怕 算了 我这同款链接和优惠都给大家放评论区了 这么好 我去看看 现在第一道菜已经来了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 清汤冻塔螺 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道菜的出品 我的天哪 它把它做成了像皮冻一样的这种质感 你看 我先把这个螺肉给它挖出来 哇 不好菜 这个味道怎么说的 哇 好疯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 辣味东风螺 也就是刚才那个花螺 来 我的妈 这么大的花螺 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而且它这道菜做的特别香 看看 我的天 哇 哇 好吃 这个 哇 哇 它这个汤汁调的绝了 真的 这可能是我吃过 螺类里面做的最好吃的一道菜 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螺肉给它扣出来 来 筷子把它插到这个位置 然后 一转 插不成 现在我们一整块的这个大螺肉已经处理好了 我们来蘸一下这个汤 这个汤绝对是灵魂 我觉得这个应该这样吃 然后把它再塞回去 把它一口缩出来 我的妈 这个太过瘾了 它这个汤的味道我已经不想再强调了 我们说说这个螺的肉的口感 因为它是一整个大块 咬下去以后那种 幸福感 你知道吗 还是得出汤 就加上这个汤以后是真的香 我干了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香爆笔架螺 也就是刚才吓我一跳的那个螺 我们看看这个 看看 好看吧 现在我们尝尝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刚才大厨说这个是七秒出锅 用香葱和香菜爆出来的这个螺片 所以叫做香爆笔架螺 那么来一大口 很好吃 很鲜 很鲜 来 你们尝一下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冰与火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会采用两种做法 一种是火灼 一种是冰灼 现在由我们师傅来给我们操作一下 来 那我们现在先做火灼 好好好 然后刚才师傅跟我说了 一整个大的椰子楼 只采用了两片最佳的位置 那这个等一下就不用撒盐了对吧 对 然后 这两个站你往里边站点 哇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现在香味已经都出来了 哇 这就熟了 我说师傅 我没玩话 你可不要骗我 这个萝卜肉已经裹好 裹好过之后呢 萝卜的酥饭会更偷彩更香 好好好 那我可以吃了是吧 对对对 然后你再这两个调料 好好好 我们先尝尝味道怎么样 趁热 趁热 这么一大片 我们先给它切一下 这个配了两种调料 一个是这个 辣椒面 嗯 不太 我是想说好香啊 特别香 哇好吃 好吃 再来一种 我们先来看看第二种做法啊 现在让师傅来给我们制作一下第二种吃法 来 师傅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叶叶蛋 叶叶蛋 对 颜下将近200度左右 然后这个在叶蛋里面冻过之后呢 它会更加的脆 哦 来操作吧 这个东西很危险啊 就是非专业人员请勿操作 看 哇 哇 看到没有 冻得嘎嘣嘣嘣嘞了都 哇 看看看看看 哇塞 这是 然后咋吃 对 我等你来敲一下 把 敲敲它 对对 哇 好佳 这把样子这么神奇 这 这然后呢 然后我把你 撞到盘子里面 这现在不能直接吃 现在不能直接吃 等 微软之后再来调料吃 哦 就等微软是吧 对对 OKOK 好 这个让它先解冻个几分钟 现在这个已经解冻好了 我们尝尝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来 这块跟那个口感差不多 我不知道它 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来一下那个操作 可能是因为比较酷吧 哈哈哈 我更喜欢生个火灼的实话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炭烤大响螺 也是我们孙大师的招牌结伙 现在要我们师傅来给我们躺坐一下 来 这个螺现在已经是烤熟了的对吧 对 您这个螺是需要点手法的还是吗 对 要保证完整 看看看 哇 哇塞 看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哇完整 中间这个部位 中间这个部位部位是最佳的 哦 你先尝一块中间最佳部位 来来来来来 这个就直接吃就行了 对 这是中间最佳部位的一块肉 嗯 两个字形容 美味 看看这么多海螺壳 不过今天唯一遗憾的是 肉已经都让我们炫完了 没有打包的了 只能把壳子打包回家了 还有我觉得像我一次性吃了这么多海螺的男人 应该为数不多 所以你们以后完全可以称之我为海螺王子 或者简称我为海王